大家好 現在我是在新加坡的小印度區 這個地區在殖民地時代是印度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華人雜居在其中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我身後的這一棟建築 叫做成東林故居 我們就一邊走一邊跟大家介紹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間成東林故居的東側 那我們現在看到太陽就是再打下來 打下來給太陽照到的這一面是非常漂亮 它的外牆就是五顏六色 那其實當這個建築當初剛剛建好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五顏六色的 它當初的顏色其實是白色跟綠色 那現在這個五顏六色的這個 樣貌呢是最近這幾年 有人去將它改成這樣子的 那這個陳東林呢當初是一個商人 那那它就是在這一帶呢就是有它的生意 然後在1900年呢它就建了這一棟別墅呢 就給它的老婆住 那這是一棟兩層的別墅 那我們現在走近一點去看一下它的正面 那正面的話呢因為它是陽光的問題了 就是现在真有点背光 这是所以大家看到是两层 但是我不知道它上面的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当初建的时候就有 因为这种结构呢就好像很印度式了 那我们走进去看它上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建筑呢 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你看这里有这个花纹的这样子的装饰 然后上面呢就是比较典型的 呃 敏南风格的建筑 或者敏南风格的建筑就是有那个窗 然后呢又有一些西式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走进去看它的这个正面 第一层 也是比较典型的呃 呃南方建筑哦 正宗是门 然后两边各有一个窗子 然后呢 这窗子上面呢 你会看到那个什么 这个窗子上面呢 也是有绘画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绘画的 然后我们呢就 这里呢画了竹子 然后门上面呢也有提字 秀丽景色松柏草池 然后这边是水 然后我们就绕着这个建筑 就顺时真的走一圈吧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它的 二楼呢 它的窗子是打开了 然后它的那个栏杆 大家看到没有 它的栏杆的装饰 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因为这里呢是在小印度 所以那个 它们所特有的那种味道还是比较浓的 那这一栋建筑呢 现在是作为一栋商业建筑 来使用 那这里呢就看不见了 这边是那个 一个市场 这是它的后面 然后我们现在走去另外一边 那我们走过来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牌子 介绍这栋建筑 那就是说这栋建筑呢 就是1900年建成的 就是这个陈东陵的屋子 那这一栋别墅呢 其实就是一共有八个房间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旧照片 这个旧照片呢 就是这栋建筑原来的样子 那它原来的颜色 应该是挺土素的 然后我们看到 这些其实原来就是有的 这是在1988年拍的 所以就是1988年的时候 还是处于一种这样子 废弃的状态 那后来是 在 呃 重新 修复之后 就作为那个商用 然后我们 来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 所以它这个 其实整个 修复之后 它其实是改变了它的原貌 但是呢 也是还是蛮漂亮的 它修复之后 其实是增加了很多不同的色彩 就好像一种彩虹屋似的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后面 那后面呢 就是它的那个楼梯所在 然后我再走远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方 这就是它的后方 那它其实这里还有一栋 凸出来的建筑 但是呢 后面呢 因为是 现在是一个大市场了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